我們上個禮拜介紹的是 大腦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對不對 那這禮拜我們來介紹這個 大腦裡面這個腦細胞到底是怎麼溝通運作 那其實我們上一堂課已經有稍微的介紹一下了 還記得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說 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可以互相打電話對不對 那這個打電話的時候 它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物質來輔助 那我們有提到說 這個有突出前的神經細胞 跟突出後的神經細胞 突出前的神經細胞就是打電話的那個神經細胞 突出後的神經細胞就是接電話的那個神經細胞 那我們今天會針對這個部分來多做一些說明 好 那慢慢的會有一些專有名詞出現了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介紹的是這三個部分 因為其實跟神經細胞它的一個溝通方式 主要就是要包括下面這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是這個動作電位 那個電位我想同學都知道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電壓它其實就是一個電位 那因為我們的細胞其實是 它是一個是可以有帶電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事實上也是有個電位存在的 那通常我們的細胞 這個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要是這三個部分 一個是動作電位 一個是突出 一個是神經傳導物質 那其實這三個部分呢 主要就是架構出這個神經細胞 它們互相溝通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先來提這個動作電位 那動作電位呢指的就是神經細胞 它的一個電位的變化 也就是說它可能是本來細胞內假設是 -60個微伏特好了 微伏特 伏特是電壓的一個單位對不對 那微伏特的話就是 是更小的一個電壓的單位 那所以假設說它本來是-60微伏特 那它可能因為受到細胞的神經細胞受到一個刺激 那它就開始產生一個細胞裡面電位的變化 它可能從-60變成正60 舉例說 所以它的電位可以這樣有一個急劇的變化 那這樣電位由比較負變成比較正呢 在這個神經細胞上來講 我們稱它是一個動作電位 那你可以從它的名字上面呢 你可以想像說 就是因為你的神經細胞正在做事情 它接受到一個刺激正在做事情 所以它有動作 所以產生了這個動作電位 那一個像-另外一個名詞叫做-休息-休息電位 那意思就是指說這個神經細胞是在休息的一個狀態 它沒有特別在做什麼事情 沒有受到什麼刺激的話 那它是一個休息的電位 那接下來這個突出呢 我們上個禮拜有介紹這個突出其實就是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 它們要互相打電話 這個電話要打通的地方呢 抱歉 那個地方呢就叫做突出 那英文是這個Synapse 那另外是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還記得我們上禮拜說 這個打電話那個細胞可以釋放出一些物質 那這個物質就好像一把鎖 可以去把接電話那個細胞的門給打開對不對 那這一把鎖就是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如果同學還是覺得不太有印象 我們等一下用圖片來說明 同學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上禮拜提到說 在一顆神經細胞裡面呢 它的一個訊號的傳導是靠電 可是如果是兩顆神經細胞之間呢 它其實是必須要靠一些其他物質來傳遞訊號的 譬如說就是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剛剛那邊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喔 好 那這邊呢我們來舉一個簡單的就是 神經訊號傳導的這個一個例子 那這邊舉的是一個反射動作的例子 那不見得是要發生在反射動作上 只是我現在剛好用這樣的一個圖 假設說你在走路的時候走走走 然後剛好你又沒有穿鞋子 踩到一顆土丁很痛對不對 那你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腳會馬上縮回來對不對 那你會有後續的動作 你不會說腳縮回來以後就不管它了 你一定會說把它看一看 舉起來看一看有沒有流血啊 然後可能會插藥啊 貼上那個OK棒啊之類的 這個後續的動作 所以所謂的反射的動作的部分呢 就是說你踩到土丁 因為這個如果你腳不移開的話 那個土丁會一直盯在那裡對不對 所以你的要馬上移開 所以有這種急迫性的時候 是透過這種所謂的反射動作 但是後續的那個部分 你去檢查說有沒有流血 需不需要消毒 需不需要擦藥 這個後續是經過你的大腦思考的 那這個部分就不是反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畫了兩個不同的傳導路徑 一個是紅色的 一個是藍色的 紅色的呢就是你這邊踩到土丁 腳很痛 這個痛的訊號呢 透過所謂的感覺 神經系統感覺 這個紅色的部分就傳傳傳 傳到你的那個脊髓這邊 你的脊椎這邊的神經細胞 然後呢就會直接呢再傳出來 那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叫做運動神經系統 所謂的運動神經系統呢 就是要去出來 下面你的腳部這邊的肌肉 做一個收縮 那你就會馬上腳就縮回來了 所以就是會包括這兩個系統 一個是傳進去的感覺神經系統 然後進來進到這個脊髓之後呢 出來的這個系統 藍色這個系統 叫做運動神經系統 來告訴你的肌肉細胞 做一個收縮 然後把腳縮回來 但是在這個你要把這個 命令腳收說這個動作 這個訊號傳出來的同時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訊號 是往上傳的 就是沿著你這個脊椎 這樣一直往上傳 傳到你的大腦來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在大腦 做一些思考說 接下來你該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是分成不同階段的 那不管是說這個快速的反射動作也好 或者是說會往上傳到大腦 經過思考再做出來的這些什麼消毒 擦藥的動作也好 這個都牽涉到神經細胞之間的訊號的一個傳遞 對不對 那這個訊號的傳遞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要看這個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 訊號傳遞的時候 他必須要透過這個圖處這個部位 來做一個訊號的傳遞 好 那這個圖我們上個禮拜有用過對不對 那重點是要看這個神經細胞到底是怎麼 怎麼溝通怎麼對話的 所以這上面有三顆神經細胞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說 這個是一顆細胞 這個是另外一顆 然後這個是第三顆神經細胞 那我們有提到說這個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打電話 這個電話要接通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突出對不對 那打電話的這個細胞這一邊叫突出前 接電話的這個細胞這一邊叫突出後 那其實每一個細胞呢 它都可以是突出前細胞 也可以是突出後細胞 為什麼呢 你看喔 我們用這顆細胞來看 如果是這一顆細胞打電話給這顆細胞的話 那這一顆細胞就是突出前 那它就是突出後對不對 可是他這個打給他之後 他可能覺得說我要想要再打給另外一個人 那這時候在這邊就這個突出來講 這一顆細胞就是突出前細胞 那這一顆細胞就是突出後細胞對不對 所以每一顆神經細胞它都可以是突出前細胞 也可以是突出後細胞 這邊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說 到底為什麼這個神經細胞呢 它必須要產生這個所謂的動作電位 我們剛剛一開始介紹的那個動作電位 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來在細胞裡面傳遞去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神經細胞 它其實是很不好的電線 那這個電線很會漏電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動作電位這樣子的一個電位變化的話 它這個電可能傳到一半 就是訊號就沒了 所以那你這個訊號本來是應該一直傳下去 然後還要再把訊號傳給下一個神經細胞的 你可能傳到一半 這個電就都被漏光了 那訊號就傳不下去 所以就必須要有這個所謂的動作電位 這個系統來協助 那你們可以看到下面這一張圖 下面這一張圖 你可以看到這邊好像就是有藍粉 就是這樣一結一結 很像是那種包廂長對不對 這樣一結一結的 那這個包廂長呢 它其實就是在這個神經細胞的外 這黃色的部分是神經細胞的部分 在神經細胞的外面呢 其實包紫色的部分呢 就好像我們那個電線的外面 不是包了一層像橡膠一樣的絕圓體嗎 是要防止它漏電的 因為我剛剛說我們的神經細胞是很不好的電線 所以神經細胞本身是電線 那外面那個紫色的東西呢 就是一個絕圓體防止它漏電 那這個絕圓體它其實也是細胞做的 那這種細胞呢叫做 它其實是就是膠細胞 我們上一堂課有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有介紹說腦裡面到底有哪些東西對不對 那膠細胞就是其中一種細胞 那膠細胞呢它就可以來做這個包廂長的這種結構 那這個膠細胞我們上禮拜有介紹 它有分很多種類 那那個許旺細胞是其中一種 那你有這個包廂長的這個絕圓體之後呢 你的神經細胞呢就比較不會漏電 就比較不會漏電 那到底有哪些細胞它是可以產生所謂的動作電位 我這邊AP其實就是這個動作電位的檢寫 它英文全名是Action Potential 所以我把它檢寫成AP 那除了這個神經細胞之外呢 其實你的肌肉細胞也可以產生那個動作電位 所以不是只有神經細胞 那我這邊有提到一點喔 剛剛沒有跟同學講的 就是這一點 就是這個動作電位呢 它可以一直傳下去 那它其實可以一直傳下去喔 並不是說它中間都不會耗損 那它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指說 譬如說它從這個動作電位 可能在這邊產生對不對 那它可能就傳一段距離之後 它還是會有一些耗損 那它要讓它耗損到沒有之前呢 它會在這邊再重新 自己再重新製造一個動作電位 所以這樣子呢它就可以 譬如說這邊很大對不對 然後就慢慢變小慢慢變小慢慢變小 然後到這邊它又自己再製造一個 就變大 所以它藉由這種方式呢 它可以維持一直到說 它到最後這個訊號 要交給下一個細胞的時候 這個訊號還是那麼大的一個訊號 不會說訊號最後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利用動作電位的一個特色喔 好這邊還有一點 就是第一點那個啊 我說細胞是很不好的電線對不對 那除了說它會漏電之外 就是它用的 電線裡面用的材料其實不一樣 我們一般的電線的話 是用電子在傳電對不對 可是在神經細胞裡面 是用離子在傳電 所以所謂的離子就是像我們說的 像我們吃的鹽巴 鹽巴溶到水裡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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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是靠離子來傳遞這個電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那個電線的傳電的速度很快 可是我們的神經細胞相對來講 因為它是用離子 所以它的速度相對來講是比較慢的 好 那這張圖呢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過的就是 動作電位呢它可以沿著那個軸突 這樣一路傳下去 好 那這兩個名詞呢 一開始的時候有跟同學稍作解釋了 休息膜電位還有動作電位 休息膜電位的話就是 這個細胞它沒有在接受什麼指令的時候 它是處在一個休息狀態的 所以它是 我們稱它這個時候的 細胞膜上面的這個電位呢 我們稱它叫做休息膜電位 那動作電位的話就是說 當它有接受到一個刺激 有訊號來的時候 神經細胞會產生一個反應 那這個反應就是它本身會產生一個 它的細胞膜上面的膜電位的變化 那這個膜電位的變化 我們就叫它叫做動作電位 那我剛剛前面舉的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你細胞本來是處在 負60微毫伏特對不對 那可能現在它就有一個刺激來 它可能它的反應就變成是正60微毫伏特 所以它的細胞裡面就 帶正電的那個狀況就變得更多了 那到底為什麼說我們這個神經細胞 這個細胞膜上面 它可以這樣有一個膜電位的存在 那主要原因有下面這三個 第一個是Iron Channel 就是有離子通道的存在 所謂離子通道呢 就是我們上一堂課有提到說 當這個神經傳導物質這些 這些特殊的鑰匙被釋放出來之後 它可以去打開突出後細胞上面的一些門 對不對 那這些門呢就是所謂的離子通道 那你從它的名字上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離子的通道 所以它這個門打開以後是可以讓離子進出細胞的 也就是說它門打開以後 可能這個綠離子或是 綠離子或是鈉離子或是甚至其他的 甲離子 鈣離子 他們是可以透過這些通道進出細胞的 因為要是沒有這些通道的話 這些離子它帶電荷 它其實要進出細胞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好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造成膜電位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呢 是這個所謂的離子幫浦 那英文是Ion Pump 那你看到幫浦的話 你就知道說 這個應該是一個要消耗能量的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說的那個抽水馬達 是需要插電的需要消耗能量的 那這個離子幫浦呢 它一樣也是幫助這個離子 可以進或是出細胞 那只是說它運作的方式呢 不是光光說有一個特殊的鑰匙來 可以把門打開 那門就開了 那這些離子就可以隨意的流進流出 那這個離子幫浦不是這樣子 它是必須要插電 就是必須要消耗能量 消耗能量之後呢 它才能夠運送某些離子 讓它進或是出細胞 那第三個原因呢 是這個細胞內的一些蛋白質 因為其實細胞裡面的蛋白質呢 它其實也都是有帶電的 那這個帶電的現象呢 也會影響到這個細胞的一個磨電位 所以講了半天呢 可能同學不知道說這個離子通道 到底是長的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卡通圖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細胞膜的部分 這整個部分都是細胞膜的部分 包括這一邊 那這個像一朵花的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離子通道 當然這邊是畫得很誇張很大一個 那但是呢 它基本上呢 它就是會好像是插一朵花 插在那個細胞膜上面 那它中間呢 中間那個花蕊的地方 中間的地方呢 這個就是通道的地方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可以關起來 或者是打開的 打開的時候離子 就可以從中間這個通道呢 就可以進或是出這個細胞 那離子通道呢 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蛋白質 那同學可能知道說 這個蛋白質其實是 嗯 你必須要有一個基因 然後這個基因 它可能會做出一個什麼 mRNA對不對 這同學可能高中都學過對不對 基因做出mRNA 然後mRNA再去轉譯出來這個蛋白質 所以它是 是需要先有基因的存在 然後最後會轉譯出蛋白質來的 所以呢 這個離子通道的種類呢 非常的多 因為每一種離子通道呢 它的那個基因可能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這些離子通道的基因呢 可能遺傳上有一些改變的話呢 也會造成你這個做出來的蛋白質呢 不太一樣 所以有一些疾病呢 有一些神經疾病其實就是跟離子通道是有關係的 好 好 那這個 剛剛有提到說 離子要進出細胞膜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對不對 所以需要有離子通道 或者是需要有這個幫浦的幫忙 讓這個離子可以進出細胞 但是我們把它想的簡單一點 假設說就是靠這個離子通道好了 一旦這個門打開之後 離子可能就是要流進細胞 或是流出細胞對不對 可是它要怎麼決定說它到底是要進去還是要出來 通常你們覺得有一個東西它要進去還是要出來 你們覺得是會靠什麼來決定 大聲一點 對有同學說濃度對不對 就是可能是高濃度流向低濃度對不對 好這個是大家都知道這個所謂的隨著濃度梯度喔 那英文就是所謂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喔 但是呢 離子有一點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是有帶電的 所以帶電的時候你就還要考慮到它的一個那個電位 你們知道說同性相視 異性相吸對不對 所以假設說這個細胞膜裡面 細胞裡面假設是帶比較負的 比較多負電的 那假設現在在 假設說現在打開的是鈉離子的通道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通道是可以讓這個鈉離子通過的 那你們想 你們覺得這個鈉離子會想要往細胞裡面走 還是往細胞外面走 覺得裡面的舉手 覺得裡面的舉手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 覺得往外面的咧 一個同學 兩個 OK 所以這時候要考慮的 當然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濃度梯度 那個還是要考慮 但是除了那個濃度梯度之外呢 你要去考慮到電荷的問題喔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假設你細胞裡面是帶了很多負電 然後呢 你現在 你現在有一道門打開了 那這個門呢 是可以讓鈉離子進或是出細胞的 那它是帶正電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光從那個電荷的角度來考慮的話 你覺得它會想要往裡面來還是留在外面 它會想要進到裡面對不對 因為裡面是比較負的 所以正跟負是會互相吸引的 所以這種時候如果考慮電荷的話 它是會想要進來的 因為裡面是負 然後外面是很多症 對不對 症會互相排斥 但是呢 問題不會這麼簡單喔 問題就是還要考慮到那個 上面第一個講的那個 濃度梯度的問題 那通常呢 通常這個鈉離子呢 它其實是細胞外面的濃度比較高 細胞裡面的濃度比較低 所以如果就濃度梯度來講呢 它還是會想要進來的 所以就是 也就是這邊畫出來的這個圖喔 它其實就是 如果說你從那個濃度梯度來看的話 它是想要從外面進來的 然後你如果是就電位上來看的話 它也是想要從外面進來的 好 那我們再練習一個好了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鈉離子對不對 那假設說換成另外一個離子 像這邊舉的離子是假離子 K的話就是假 假離子 如果是假離子的話 它跟鈉離子一樣都是在正電對不對 所以如果就電位上來講的話 它應該也是 假設這個門開了之後 如果就電位上來講的話 它應該也是會想要進來對不對 因為裡面是比較負的 好 所以呢 這個 這個紅色的代表是就電位上來講 它會想要進來 可是就它的濃度梯度來講呢 那個假離子 它是細胞裡面比細胞外面高 所以它事實上呢 如果就濃度梯度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會想要從裡面跑到外面來 所以那這兩個力量就會互相打架對不對 看誰最後打贏了 那這個假離子就會走那個方向 所以那這個就不一定要看那個 細胞當時的狀況來決定 那這邊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就是一直在講說 一個神經細胞跟另外一個神經細胞之間 他們要打電話要溝通的時候 是需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但是事實上我們整個大腦裡面 不會是只有兩個神經細胞對不對 是有一大堆的神經細胞在那裡 所以其實是很多神經細胞之間 要互相去做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就會形成像是一個網路一樣 所以它可以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好多個神經細胞 它通通都要跟同一個神經細胞講話 所以就大家都會連到這個神經細胞上來 所以這個同一個神經細胞上面 就有好多個突出連結的地方 那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有一個神經細胞 它想要把一個訊息 同時告訴給很多個神經細胞 所以它可以同時打電話給好幾個神經細胞 對不對 那它就會形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左邊這個 好多個神經細胞 同時打給同一個神經細胞 那這個我們叫做一個聚合的狀態 那右邊這個的話 一個神經細胞 同時打電話給好幾個神經細胞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分散的狀態 所以如果是左邊這個聚合的狀態的話 它其實就是這一顆神經細胞 它會中和很多神經細胞送過來的訊號 對不對 然後它再去做一個決定 決定說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可是如果是右邊這個狀況的話 它等於是說有一顆神經細胞 它可能做了一個決定之後 它下命令給很多個神經細胞 同時告訴他們說 你們大家都去做同樣一件事情 所以一個是 右邊這個是有把訊號擴散的一個作用 對不對 那左邊這個是有把訊號整合的一個作用 我剛剛想到說 那個剛才我們在講說 那個神經細胞會漏電的時候 我忘了跟同學舉一個例子 可能這樣你比較會記得神經細胞會漏電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好像一條水管 然後水管上面破了很多小洞 所以這個水一開之後 這個水就沿路就一直漏掉了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到最後出來的水 可能就根本就沒有水 或者是只剩下一點點 所以就是那個神經細胞漏電的時候 就會是像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訊號就會傳不下去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的突出呢 都是講的很 就是比較簡單化 就好像突出好像就是一個地方對一個地方 那其實它的那個形態可以是很複雜的 像A圖的話就是比較傳統上 我們就是說一個點對一個點對不對 那可是呢問題是它一個分支 神經細胞的一個分支出來呢 它可以最後分出像這樣子 有兩個可以形成突出的地方 那你會注意到說它這裡面有畫這樣一顆一顆圓圓的對不對 那這個裡面呢其實就是包了很多這個所謂的神經傳導物質 那神經傳導物質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把鑰匙 這個鑰匙被釋放出來之後呢 它可以來這邊把這個 突出後神經細胞的這個門打開 這個門就是所謂的離子通道 那門打開之後離子就可以進出細胞 那你如果有正電荷或是負電荷進出細胞的話 你就會改變細胞的一個電位對不對 那你就達到傳遞這個訊號的一個目的喔 那它也可以是像這樣子長得很奇怪喔 它就整個把後面這個突出後細胞的這個部位呢 就好像把它包圍起來一樣喔 或者是像這樣子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剛剛前面這個說 一個神經細胞它同時傳訊號給好幾個神經細胞對不對 它可以一個突出後面接好幾個 這好幾個有可能是同一個神經細胞的 也可以是不同神經細胞來的喔 所以它可以藉由這種方式呢 把訊號傳送出去 好 那我們講了很久的突出喔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對突出做一個正式的定義喔 那它一個正式的定義就是 它是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呢 用來傳遞訊號的一個接觸點喔 那這邊呢 我中文是把它翻譯成接觸點喔 可是事實上它並沒有真的完全接觸喔 它只是很靠近 它並沒有完全接觸 好 那接下來呢 再介紹一個名詞喔 所謂的突出傳訊 那這個其實說出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 它要打電話 這樣一個動作呢 就叫做突出傳訊喔 那英文是叫做 Synaptic Transmission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這個突出的種類 那其實我們剛剛前面一直在講的呢 其實都是著重在下面這個 化學突出 所謂的 Chemical Synapse 那化學突出就是它的傳遞過程呢 這個電話要打通的過程呢 是必須要透過化學物質的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定義 那上面這個電圖處呢 你們覺得這個電圖處 它如果這個電話要打通 是必須要靠什麼 有沒有同學要猜猜看 它其實就是靠電啊 對 所以化學突出就是靠化學物質傳遞 那電突出就是靠電來傳遞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會來介紹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好 那這個 突出前 突出後 這個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那這邊就不再重複 好 我先講這一張好了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講那一張 所以這一張圖呢 是所謂的電圖處跟化學圖處的比較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打電話 這個電話要不要打通 可以是透過化學物質 也可以是直接透過電 透過電 透過電是一個什麼樣的形式呢 那是左邊A圖 你可以看 直接看下面這裡 這個下面這個圖這裡呢 其實這個就是 突出前細胞 然後這個是突出後細胞 然後這個一個一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離子通道 離子通道 所以也就是說 當 如果是在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化學圖處的話 右邊這個是化學圖處 右邊化學圖處 它一樣是有這個離子通道 那它這個離子通道呢 它要打開呢 就是必須要靠有這個 這個化學物質 這個特殊的鑰匙來了之後 鑰匙插上去 這個離子通道這個門才會打開對不對 可是在電圖處的話 它是直接 兩個神經細胞的通道 是直接相連的 是直接相通的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電呢 可以直接從這邊就流過來 或者是電可以從這邊就直接流過去 所以它根本就是 它這種的話 它那個圖處的地方 就是真的是完全碰在一起的 那這個就不是 這個是中間還有空隙對不對 所以 所以左邊那個 電圖處的話呢 是 它真的就是直接靠電 所以左邊那張圖 這邊畫了這個 這個一顆紅紅紅紅的圓圈 其實指的就是離子 那可以是鈉離子 或是綠離子 或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甲離子 那右邊這張圖呢 一樣這個一顆一顆紅紅的 它代表的是離子 但是這些離子呢 它必須要等到這個綠色的 這個化學物質 這個特殊的鑰匙 來把那個離子通道的門打開之後 那這個紅色的這個離子呢 才可以通過這個離子通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電圖處是 它直接就是 它在細胞裡面 神經細胞裡面 它就是靠電 那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 它還是靠電 可是在那個化學圖處這邊的話 就是你在一個神經細胞裡面 它是靠電來傳遞訊號 可是在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 它是必須要這些化學物質的幫忙 來傳遞這個訊號 OK 這邊同學有沒有問題 你說 那些化學物質是哪來的 是哪來的 是哪來的 同學覺得那些化學物質是哪來的 是哪來的 這實際是個很好的問題喔 它怎麼會突然就出現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下集待續好了 同學可以想一下 然後我們下節課就從這個地方接下去 所以剛剛下課前有同學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喔 那些神經傳導物質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它其實是這些神經細胞它會製造 它會製造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那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呢 它被製造好之後呢 它其實會這樣子 好像一個小包裹 一個小包裹 它都把它包裝得好好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就是好像你的神經細胞裡面 有很多小氣泡 然後這些小氣泡裡面呢 每一個裡面都包了很多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所以當 嗯 細胞是在休息狀態的時候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是 這樣子一包一包包好好 然後在細胞裡面 可是一旦有那個刺激來的時候 一旦有刺激來的時候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呢 它那個一包一包的小包裹 它會往那個細胞膜 靠近這個突出這個地方 它會往那個地方移動 就送過來 送過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種 好像那種什麼 Omega那種形狀對不對 那個就是因為把它放大來看 就是你這樣一個小泡泡對不對 裡面很多神經傳導物質 它就往這邊細胞膜移動 移動到 等到它這個小泡泡 碰到這個細胞膜的時候 這個小泡泡本身 它也是一個有像細胞膜的那種 膜狀的結構 所以那個膜呢 就會跟這個細胞膜呢 就會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泡泡呢 把它給打開 打開之後呢 裡面的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呢 就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其實是這個神經細胞 它自己製作的 那製作好之後 它先一包一包包好 放在那裡 等到有刺激來的時候 它才會把它釋放出來 OK 那這邊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對 OK 聽說 他們接收之後 怎麼感受那個 傳導物質的訊息 再說一遍 我前面沒聽到 他們接收了之後 怎麼 你說這個神經細胞 接收訊號之後 還是 下面突出後細胞 對 接收了之後 是怎麼輸入那個訊息 OK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剛剛問的是前半部 現在問的是後半部 所以這個訊號 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釋放出來之後 你說它像一把鑰匙對不對 然後就會把這個 離子通到這個門給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個離子就可以進到細胞 或者是說 細胞裡面的離子可以出去外面 那就是藉由這個離子的進出細胞 其實通常就是會造成的結果 就是會有很多正電荷的離子 進到細胞裡面去 所以就把那個細胞裡面 本來是比較負的狀態 變得是帶比較多正電荷 那這個一個帶比較多正電荷 你就是會把你的膜電位 變得比較正 那這個對這個細胞來講 就是一個訊號 它整個細胞膜變得比較正 它就會產生這個訊號 那這個訊號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 動作電位對不對 你產生了這個動作電位之後 這個電的訊號呢 就可以又繼續往下傳 那傳到這個細胞的最末端的 那個數字狀的末端的時候 又像這個狀態 它又可以把神經傳導物質 釋放出來 那當然如果說 看它最後這個神經細胞是接到哪裡去 如果是接到譬如說我們的肌肉細胞的話 那就是說這些物質呢 釋放出來之後呢 這個訊號傳過來之後 是會造成這個肌肉收縮的 OK 所以簡單的講是這樣子 那就是 就是軍體來講呢 其實 它有時候呢 可以是 就是說 我剛剛是說 這個訊號最後是傳到 其實這個訊號如果最後是傳到肌肉的話 是一個像我們剛剛說的 運動神經系統的人 它是傳出去的訊號 可是如果這個訊號是 感覺神經系統的訊號 它其實是訊號是由外 在往你的大腦傳 那這種狀況的話 最後的那個目標其實是 你大腦裡面的腦細胞 所以等到你一個腦細胞 可能收到很多訊號之後 它其實就有點像我們剛剛前面的這種圖 它有點像是說 左邊這個圖 很多外面來的感覺的訊號 它最後也許是 匯集到某一個神經細胞去 當然真實的狀況不會這麼簡單 它匯集到某一個神經細胞去 然後這個神經細胞 它可能就做一個決定 決定好之後 這個神經細胞 它可能下一個命令 那它下的這個命令 可能接出去的 就是這個運動神經系統 對不對 因為它要下命令 叫你的手去打那個一巴掌 譬如說 那所以說 剛剛同學問說 那這個後續會是怎麼樣 那完全是看說 它最後接的地方是接到哪裡去 如果是運動神經系統的話 最後接的地方就是接到你的肌肉細胞上 那如果是感覺神經細胞的話 最後的接的地方 可能是接到你腦部裡面的神經細胞 那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是介紹完這一章 那剛剛下課的時候有同學很仔細 他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所謂的Fusion是指什麼 那其實指的就是說 像這個一包一包的這個神經傳導物質呢 它跟細胞膜 就是有點像融合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動作叫做Fusion 就是它結合在一起 那同學還有問到這個 這個Gap Junction 那其實這個Gap Junction Channel 指的就是這種 這種這個 變可以直接流過 在兩個細胞之間 可以流來流去的這種 這種離子通道 它其實就是叫Gap Junction Channel 那因為我剛剛沒有特別聽 因為是想說 這可能太多專有名詞 同學會混掉 那如果同學很仔細有看到的話 那我就提出來講一下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前面這一章 這一章就是回到講那個化學圖處 那其實我要講的東西 可能剛剛同學已經問過了 就是說神經細胞 它其實會自己製造那個 神經傳導物質 然後這神經傳導物質 會這樣一包一包的包好 那等到有訊號來的時候 它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一包一包神經傳導物質 會朝這個突出的地方移動 然後最後它會跟這個細胞膜 結合在一起 那結合在一起之後呢 它就會打開來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神經傳導物質 就釋放出來 那釋放出來之後呢 在這個突出後的細胞這邊呢 它就有很多的 這邊我們是寫說 是叫它叫Receptor 那Receptor的意思就是一個 受氣的意思 那受氣這個是一個比較廣泛的說法 那這些受氣裡面呢 其中一類就是這個離子通道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一直用離子通道當例子 所以其實它也可以不是離子通道 它也可以是其他的受氣 那因為講到那個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就那邊不講 但是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歡迎你等一下下個觀問 好 所以就是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釋放出來之後 這個特殊的鑰匙呢 把這個門給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個離子就可以透過 透過這個離子通道呢 就進到細胞裡面來 然後造成那個 細胞裡面的這個 活電位的一個改變 好 那還有幾個結構要介紹一下 像 剛剛說的那個 神經傳導物質 它是這樣一包一包包好對不對 一個氣泡一個氣泡 但是它是有一個專用名字的 它是叫做bicycle 那中文是翻譯成一個囊炮 那另外就是 這個指的是化學突出 所以這個 突出前跟突出後中間 其實有一個小空隙在 所以兩個細胞不是完全黏在一起的 那這個空隙呢 就叫做synaptic cleft 突出間隙 那這個釋放出來的物質 是神經傳導物質 就是neurtransmitter 另外還有這種 這個所謂的autoreceptor 這通常呢 我們剛才講的說 這些藥石 被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被釋放出來之後 它是會去跟突出後的細胞 上面的這個受氣 或者是說我們說是離子通道 它會去把離子通道打開 打開之後造成離子的進出 但是呢 某些狀況下呢 這個突出前這個細胞 它本身也會有一些受氣 那這些受氣呢 它的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可以回過頭來跟它結合 它形成另外一種訊號 所以這個狀況也是有的 那甚至是它不見得是要在這個區域 它可以在就是不在這個snap的地方 它可以在側面這邊的地方 也可以是有這個一些受氣存在 那可能不同部位 有這個神經傳導物質接上去呢 它可能代表就是 會傳遞的是不一樣的訊號 因為它傳遞的到底會是什麼訊號 其實決定權其實不在 決定權其實不在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而是在於這個後面去接它的那些受氣 那些離子通道 譬如說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它現在如果開這把鑰匙 如果開的是那離子通道的話 那造成的就是那離子的進出 但如果它開的是假離子的通道的話 它造成的就是假離子的進出 所以其實是取決於這個 回去跟它有反應的 這個門到底是什麼樣的門呢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突出呢 Synapse 它可以 我們可以根據它的功能 來做一個分類 那一個就是上面的一個 興奮性突出 那英文是excitatory synapse 或者是抑制性突出 下面的B圖 Inhibitory synapse 那你們可以從中文的三一上 可以了解到說所謂的興奮性 當然就是去刺激這個神經細胞 變興奮對不對 那抑制性的話就是去 抑制這個神經細胞 讓它不要有反應 不要產生一個訊號 所以簡單的來講是這樣子 如果用擬人話的說法 所謂的興奮性突出 可能就是你打一通電話 然後你告訴你朋友說 你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你陪我一起去哪裡哪裡這樣 那抑制性的突出的話 你可能就是打一通電話 跟你朋友說 你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不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叫他不要做什麼事 所以這個是抑制性 那這一張圖可能跟我們前面 用的那個圖很類似 就是說在你的中樞神經系統 它的那個突出 SNAPS的一個形狀呢 可以是很多種不同的形狀 那這個我們前面的圖很類似 那這邊就不多講了 那現在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神經傳導物質 到底神經傳導物質是什麼東西 它可以是氨基酸 它也可以是這個氨 氨類 或者是生態類 所謂的生態類 Peptide其實就是像蛋白質一樣 那其實蛋白質的基本單位 就是氨基酸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 可以是很小的氨基酸 也可以是很大的那個蛋白質 所以其實神經傳導物質的 種類還不少 所以這個上面這個是 這幾個是氨基酸 如果同學對結構有興趣的話 可以給同學看一下 那這個第一個是檢險GLU 它其實全名是glutamate 那第二個是gaba 然後第三個是glycine 那下面這個阿密這一類的呢 有這個acetylcholine 或者是noipinephrine 那Peptide這一類的話 你看它的結構就比較長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多個 很多氨基酸組合起來的話 就變成一個Peptide 那其實就是蛋白質 所以你們可以了解到說 這個神經傳導物質的分子的大小 可大可小 這個神經傳導物質釋放之後呢 它可能還會有很多的 沒有用的神經傳導物質在這個 這個間隙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這個地方叫做突出間隙 在兩個神經細胞之間 它雖然很靠近 可是還是有空間在 叫突出間隙 所以這個多餘的這些神經傳導物質怎麼辦呢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如果一直留在那裡的話 它會不停地去刺激這些 去打開這些離子通道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喪失了這個 傳遞訊號的這種 時間性的這種準確性對不對 因為你有可能說 你現在決定要下一個命令 然後你要打一隻蚊子 你手上一隻蚊子 可是可能等一會兒那個 你沒打到 你的蚊子也可以走了 你不需要再打對不對 可是假設說你的神經傳導物質 一直在這裡的話 你可能會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因為訊號一直在那裡對不對 所以這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多餘的那個訊號呢 一定要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掉呢 主要是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非物利用 你把它回收回來 然後再利用 所以它可能可以 就是由 它可能就是 也許這邊它有一個 可以回收的 譬如說像這邊畫的 可以 不是我吧 這邊也許有一個東西接受器 它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它可以把它回收回來 那它就可以 這個細胞可以把它再利用 或者是呢 它把這些傳導物質呢 它讓它靠著擴散的方式 讓它擴散到其他地方去 那這邊的那個局部濃度 就不會那麼高 那它也會 就是慢慢的 就沒有它的效果 或者是呢 比較積極的做法 是在這邊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酵素 它可以直接把它分解掉 那分解掉之後 它就沒有功效了 所以可以有 主要可以有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一個就是靠擴散 第二個是靠回收 那回收我剛剛是說 可以透過那個 突出淺細胞對不對 那除了突出淺細胞之外 那個膠細胞 也可以執行這個回收的功能 那第三個就是 利用一些酵素 把它那個神經傳導物質 直接分解掉 那它就沒有那個功能性了 所以我們剛才有稍微的簡單介紹一下 說這個曾經傳導物質的醫生 那剛才有一點我們有特別提到的就是這個 你們有注意到這邊有寫一個CA2症嗎 這個CA2症其實指的就是鈣離子 那鈣離子是兩架的症殿對不對 所以這邊寫了一個2症 所以其實在這個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的過程裡面呢 細胞裡面的鈣離子的增加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喔 所以也就是說當那個刺激的 外界刺激的訊號來的時候 你其實那個訊號傳過來的時候 這個神經細胞的 它的膜電位是產生改變的對不對 它是變得比較正的 那變得比較正的時候呢 其實會造成它那個 這個細胞膜上面的一些鈣離子通道 它就會打開 所以那個離子通道的打開 不只是單單是會受到 這個所謂的神經傳導物質的調控 它還可以直接受到膜電位的調控 所以每一種那個離子通道 它受到調控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你就覺得越聽越複雜 所以這個鈣離子呢 要進到細胞裡面來 然後呢才會造成這個神經傳導 這個一包一包的神經傳導物質呢 才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這個鈣離子進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那這是剛剛沒有 一直沒有跟同學提的 那講到說這個神經傳導物質的來源 我們剛剛只是很簡單的說 它是神經細胞本身會製造 可是到底是在哪裡製造的 它可以概括性的分成兩個地方 那一個就是 上面那個圖是指 如果是比較小分子的神經傳導物質的話 它的製造方式通常是這樣子 這要合成這個小物質的這個酵素呢 會在這個細胞 就是細胞本體這個地方製造 就是我們之前說像荷包蛋的那個地方製造 然後這些酵素製造好之後呢 它會沿著那個軸突 這樣一路被送過來 送到靠近這個 比較靠近突出的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你有這個酵素 然後你有一些要合成這個神經傳導物質的這個前驅物 這個precursor 指的就是前驅物 那這個前驅物呢 經過這個酵素的作用呢 就可以在這個突出的地方呢 把那個神經傳導物質呢 完成最後的加工 完成最後的加工 並且把它做好包裝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小泡泡一個小泡泡把它包起來 那如果有刺激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釋放出來 那這個是針對 如果是比較小分子的神經傳導物質 那如果是那種比較大分子的 像我們講的那種蛋白質 這種神經傳導物質的話 它的做法就不太一樣 它是會在它這個細胞本體 就是這個荷包蛋的這個地 神經細胞這個荷包蛋這個地方 它會去合成那個神經傳導物質的前驅物跟酵素 然後呢 並且呢 會在這邊呢 進行初步的包裝 然後這個初步的包裝呢 就會被送過來 那因為你的那個酵素呢 跟前驅物呢 都是一起被包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等到送到這邊來 要釋放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它修改一下 讓它變成是最後 必須要用的這個蛋白質的神經傳導物質 然後再被釋放出來 所以我提這個東西 並不是說要同學去記住說 這個就是怎麼做出來 那個就是怎麼做出來 我的用意是要讓同學知道說 它其實做出來的過程是有不一樣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是有不一樣的製造過程